俗哥说电影 包你能听懂 今儿跟大伙聊一部韩国的犯罪片 卑劣了街头 影片一开场 黑社会三流社团的小头目金炳斗来到派出所 把自己那个整天跟小流氓鬼混的弟弟带回了家 金炳斗除了这个不争气的弟弟之外 还有一个体弱多病的妈咪和一个正在上学的妹妹 生活的重担几乎全压在了这个年纪29岁的帅哥的身上 由于不受大哥的气重 金炳斗在社团里混得也不行 平时的主要业务界就是打打架要要账 没有一点的技术含量 手下虽然有几个小弟 但一个个也都不长期 干啥不行吃啥不剩 没有一点的上进心 黑社会讨债的方式一般都是直接耍流氓 先是在楼下大声喊出债务人的名字 制造影响 把债务人的名声也搞中 让所有的住户都知道 他们的邻居是一个道德败坏的仇无赖 如果对方无懂于衷 那么下一步就是来到债务人家赖着不走 为了拿到钱 金炳斗不仅把自己拖的只剩下一个裤衩 而且还叫来了暗魔女给自己骂杀鸡 通常这一整套下来 基本上都能顺利的收账 从技术层面上来讲 这种方法既不触犯法律 也比使用暴力逼迫要我们的那多 钱虽然要坏了 但老大忌贼哥给金炳斗的提成却少得可怜 金炳斗刚想提点宝贵以前 就挨了忌贼哥一大嘴巴 金炳斗能这么快收回这笔烂账 确实是不容易 会长王的白知道后非常的高兴 晚上带着忌贼哥和金炳斗一起出去喝酒 并决定把新开业的游戏场交给金炳斗管理 一帮人正循环作乐的时候 会长王的白接到了腐败检察官的敲打电话 王的白经过深思熟虑决定把检察官给除掉 他本想把这个光荣而又艰巨的任务交给鸡贼哥 可鸡贼哥多鸡贼啊 平时小打小道还行 真要让他去杀人 而且还是一个检察官 这孙子当时就怂了 游戏场开业了 作为会长王的白指定的管理者 金炳斗也想有一番作为 当他正在门口跟同事闲聊的时候 他的小学同学狗胜突然不请自来了 狗胜现在是一名不得知的导演 来找金炳斗的目的是想拍一部关于黑帮的电影 关于这帮小学同学 金炳斗最想见的就是他一直暗恋的女神冲花 两人正聊着的时候 手下突然给他打开电话 说另一个帮派三叉帮的人把他们的游戏场给砸 金炳斗跑到店里之后马上加入了胸殴 作为一名导演 狗胜还是比较敏锐的 马上就用手机把打架场面给录了下 老大鸡贼哥带着人到店里一看这还得了 马上命令金炳斗带着人去找三叉帮的人抱头 可没想到刚过去就中了人家的埋伏了 经过一场鸡飞狗跳的混战 双方互有上亡 最后是不欢而散 由于其中一个小弟大头替鸡贼哥顶包进了监狱 因此鸡贼哥便擅自把游戏场的管理权交给了大头 金炳斗说我家穷的都快揭开锅了 你把游戏场的管理权收走 我今后的日子可怎么过呀 可不管金炳斗怎么恳求 鸡贼哥始终是无动于衷 本来金炳斗就憋着一度的气 在门口又被那位腐败的检察官老朴羞辱了一番 心里这股邪火再也压不住了 为了能出人头地 金炳斗经过深思熟虑决定孤注于智 他向会长王德白主动请进去干掉朴检察官 朴检察官可是会长的一块多年的心病了 要是能把老朴也干掉 那王德白晚上就能睡个踏实觉 转过天 导演狗盛拉着金炳斗去跟几个过去的童鞋见面 这是多年后金炳斗第一次跟自己的女神冲花遇见 激动的是热血沸腾小小痛红 干掉检察官老朴的过程还是比较顺利的 金炳斗和手下拴住没费什么事就把老朴给送走了 由于过程比较快 老朴走的时候几乎没有痛苦 也算是善终了 对于金炳斗出色的表现 会长王德白非常的满意 单独请金炳斗吃了一顿饭 会长说打鸡起你就是我培养的对象 好好干组织看得见 为了能得到金炳斗的信任 拿到第一手的资料 狗盛专门去医院看望了金炳斗的妈咪 金炳斗也是性情重人 对于老同学拍电影的事也是非常乐意的帮忙 专门组织自己的手下给狗盛讲他们的斑斑劣迹 转过天 金炳斗找到了在图书馆上班的冲花 虽然冲花对金炳斗表示出了好感 但同时也对金炳斗黑社会的身份表现出了顾虑 鸡贼哥得知检察官老朴失踪之后 很快便怀疑到了金炳斗的身上 经过试探 最后他认为这件事肯定是金炳斗干的 为了除掉这个跟自己争权夺利的心腹大患 鸡贼哥决定等妹妹结婚之后 把金炳斗给干掉 可金炳斗也不杀 他跟栓柱商量之后 决定在鸡贼哥妹妹结婚的当天 把鸡贼哥给杀了 鸡贼哥妹妹的婚礼还是相当的铺张的 当地的黑帮成员几乎都到齐了 金炳斗首先派手下干掉了鸡贼哥的马仔大头 然后趁着鸡贼哥上卫星间的时候 七里咔嚓把鸡贼哥给杀了 除掉了鸡贼哥这个绊脚石 金炳斗的事业也越来越顺 为了追求春花 金炳斗可费了不少心思 但春花始终对金炳斗的黑社会身份很介意 一天晚上 当春花正在被自己的领导骚扰的时候 金炳斗及时出手把那孙子给揍了 本来这件事应该是大患人心的 但看到金炳斗出手那么重 春花吓得要死 说我是梁家妇女惹不起你 咱俩以后别再见面 还没开始就结束了 金炳斗甭提多沮丧 正所谓借酒叫愁愁愁愁 喝多以后真上头 在狗盛的家里 酒醒之后的金炳斗 第一次对自己加入黑帮产生了回忆 他的这种想法 不仅仅是因为春花拒绝了他 更多的是对自己违法乱计的行为的反思 给别人造成了伤害 自己也没捞着实惠 损人不利己 他觉得这么下去挺没劲 而且最重要的是 正是因为自己的职业女神才跑掉 虽然说职业不分贵贱 360行行行出壮业 可并不包括他这一行 狗盛在金炳斗感性的反思中 趁机也掏出不少资料 在这一稿的剧本中 由于故事鲜活生动接地心 令投资人非常的满意 就在金炳斗的事业 进入低谷的时候 转机来了 会长王大白打算搞房地产开发 但拆迁工作非常的不顺利 其中有些钉子物很难对付 为了不耽误工程的进度 王大白把强拆的工作交给金炳斗 王大白说 你自要是把这事给办成了 我给你50亿 金炳斗说 没什么大不了 大哥你就请好 接下来金炳斗带着一帮手下 开始挨家挨户的做思想工作 对于一些态度比较强硬的 金炳斗是先礼后兵 如果思想工作实在做不通的话 那就会从户主的子女身上下手 正所谓你断我的财路 我就让你绝户 狗盛的电影马上就要开拍了 会长王大白的闺女 还在影片中担任的重要的角色 到目前为止 对金炳斗来说 所有的一切都似乎在朝着好的方向发展 唯一令他遗憾的是 还没把春花追到头 但就在这个时候 编剧给了他一次机会 春花生病了 金炳斗把春花送到医院 每天好生伺候 缝风鼓鼓洗衣做饭 脏活累活抢着干 最终把春花给打化 由于在拆迁的过程中 触碰到了另一个黑帮老大的利益 金炳斗和手下差点就挂了 不过好在金炳斗够狠 绝地反击把对方给摆成了 忙活完之后 金炳斗还到片场转了一圈 作为影片的技术顾问 他还专门为动作指导 演示了黑帮是怎么打架 在追女孩这件事上 光温柔浪漫可不行 有时候还需要更直接更粗暴一些 由于事情来得太突然 出发有点懵圈 不过从表情上来看 他还是很喜欢 但喜欢归喜欢 女孩的矜持还是必须要有的 因此他一直不肯吐口 金炳斗说 你自要是答应我 我立马金盆洗手 跟你白头到老 你说好不好 狗盛的电影 处女座南部黑帮的奋斗使 在一个月黑风高的夜晚 举行了首相时 当地大大小小的黑帮成员 都到齐了 现场是裸骨喧天 鞭炮齐鸣热闹的不行 不过金炳斗却没有来 此时的金炳斗和冲花 已经确定了恋爱关系 他正带着冲花在自己家吃饭 本来气氛相当的和谐 可就在这个时候出事了 原来狗盛把金炳斗 杀检察官老朴的过程 几乎原封不动的 搬到了荧幕上 这个时候金炳斗才想起来 那天喝醉的他在狗盛家 把怎么干掉 简察官老朴和鸡贼哥的事 全给说出来 看完电影之后 可把会长王大白气得不清 王大白说 那个狗导演 万一把这些事说出去怎么办 该段不断避留后患 你自己看着办吧 狗盛的电影上映之后 引起了巨大的反响 虽然他在接受访问的时候 没有出卖金炳斗 可金炳斗不放心的 金炳斗说 我是因为相信你才告诉你的 你这个混蛋怎么能这么干 狗盛说电影这门艺术 来源于生活又高于生活 谁也不会想到这是真的 你放心啊 你跟我说的那些事 这辈子我也不会跟别人说 金炳斗信了 但跟金炳斗一起杀 检察官的栓柱不放心 为了防止狗盛胡说 栓柱带人把狗盛给揉了一番 这哥们哪经历过这个 吓得精神都有点不正常 会长王大白开发的房地产 开始发售了 形势一片大好 金炳斗春风得意 和一帮手下在卡拉OK 又蹦又跳下红套 狗盛被栓柱等人 吓唬了一顿之后 实在是厌不切这股恶气 他主动联系警察 把金炳斗杀人的事 全给说出来 转过天 当金炳斗准备 向春花求婚的时候 被大批的警察给包围了 在警察的围追堵截之下 金炳斗凭着良好的身体素质 撒自撩了 一天晚上 会长王大白刚到家 金炳斗就拉开车门上了车了 金炳斗说 你答应给我那五十亿 可不能失眼呢 我们全家都指望着那笔钱呢 等我杀了狗盛那孙子之后 我会远走高飞再也不回来 关于你是幕后主使这件事 我谁都不会说 几天后的一个晚上 狗盛和主创人员 在夜店开庆功会 趁着狗盛跟一帮人 群魔乱舞的时候 金炳斗的手下 把狗盛也活络了 可当金炳斗 去跟栓柱等人会合的时候 突然遭到了一帮陌生人的信息 原来这一切都是栓柱策谎 不对 更准确的说 应该是会长王大白的主意 人真做到了一块 一个个心怀鬼胎 准备开创新的未来 从本质上来说 金炳斗根本不是一个 合格的黑手分 虽然他心狠手辣 虽然他为了利益 可以不择手段 但他的良心还没有泯灭 这也就注定了 他的一生最终会以悲剧受伤 看完这整部影片 我们还是来守唐诗呀 行吗 做人必须走正道 合理合法赚钞票 违法乱计瞎回来 迟早让你死翘翘